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Mina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济和注册会计师 今天呢还是跟大家出一期聊天的视频 聊什么呢,聊一聊美国各种各样保险相关的常见问题 那非常有幸邀请到了我的一名非常好的朋友Koe 她呢是美国加州的一名资深的保险经纪人 她精通于房屋车辆,劳工,人寿,宠物,商业,保险等等 所以呢小伙伴有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呢 也可以联系她做咨询呢 那我今天呢会把最近常见的一些小伙伴 向我咨询的美国房屋保险的问题做一个汇总 那待会呢我们会做一个Q&A的形式 做一个问答的形式 然后呢我会线上连线Koe 请她来为我们解答 希望这个视频呢有帮助到镜头前的小伙伴你们 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连线Koe吧 Hello,Koe,能听到吗 现在可以听得很清楚 好,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好不好 Hello,大家好,我是Koe Farmers保险的经纪人 我们公司在Chino Hills,California 已经有大概6年的历史了 那我自己本身有10年的保险经验 跟Mina也是好朋友 所以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Mina一起录这个视频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保险知识 谢谢 好,那感谢Koe 那最近呢我受到了很多小伙伴 向我咨询在美国买房子啊 还有买车子保险相关的事宜 那我想说请Koe来做一期这样的谈话 类视频是再好不过的 因为Koe每天呢都在帮各种各样的客户 做这些相关的案例 那么她呢是非常经验丰富的 那么在此呢我今天就会向她提出一些问题 希望她呢能为我们小伙伴做一些解答 那首先呢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听说最近呢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呢 美国的很多保险公司都要退钱了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钱具体是要怎么退啊 没问题 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大家三月份开始四月份 然后都在家里比较少能够出去开车了 所以呢加州保险的一些大的保险公司 都相对的采取了一些退款的活动 那他们的退款是这样子的 像几乎大部分每一家保险公司 都是四月份跟五月份会做一些退款 然后这个退款大概的比例是在15% 所以她是说就是四月份的汽车保险 跟五月份的汽车保险 她会退15%给客人 那像一些比较大的保险公司 就有像Allstay啊 Mercury State Farm Safeco 然后像Liberty Mutual 还有Travelers 这些都会退15% 那我们公司 Farmers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相对的也有做退款 那这个退款大概是在25% 哇 是四月份的时候 对我们四月份的汽车保险会退25% 然后我大概前两天收到通知是说 那个十五月份的汽车保险会退15% 所以这样子来讲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怎么计算 我可以也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计算的方法 可以可以的 你可以简单说一下 如果以半期保费是600块钱比较好计算 那以600块我们就会用600出以太陈一那个百分比就是25%也好15%也好 那得出来的那个金额呢 就是所谓的退款的金额 那这个需要做申请吗 还是说不用做申请 只要是在这家保险公司买了保险 他就会自动的生成这个退款呢 这个是不用申请任何东西的 几乎每家保险公司都不用 然后你就是只要有维持您的保险在那家公司 他们就会自动的给你做退款 那这个退款呢 一般是会自动的退到账上 像我们公司来讲的话 是自动会退到你的账上 如果你是已经付清了保费的话 他就会以你最最近一次的付款方式 像是以你是用信用卡 他就会退到你的信用卡账 如果是你用支票 他就会用支票 然后寄回去给你 对 好的好的 那是那种按月付保险的呢 他们呢是会打折吗 比如说5月份的 对 对 他你如果你按月付的话 他就是直接退到你的那个billion的账户上 所以你在之后的那个费用上可能就会减少一几块 那个几十块钱这样子 哦这个这个消息很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在美国的房屋保险 那Chloe在美国买房子是一定要买房屋保险的吗 这个这个上面有贷款或者是不贷款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这个没有太大的区别 贷不贷款的话 跟房屋保险来讲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那只是说如果你有贷款的话 他会强制 银行会强制 你要一定要买保险才能够close这个 这个Xpro 那不贷款的话呢 那客人就有选择 说想要买也好 或不买也好 那在于客人 那以我们 我们一定是会建议客人一定要买 因为 很大一笔钱 大一笔钱 你去买了房子之后你当然希望房子有个保障嘛 出事的话会有保险公司赔 可不是自己去讨药包 那这个保险它的每年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还有它都cover一些什么东西啊 如果打比方来讲 我们客人在耳湾的附近买个房子 那房子价钱一般都是差不多 算100万好了 那以100万的计算方式来讲 房屋的保险是怎么计算的呢 那房屋保险它保的就是房子的重贷 盖价值而不是房子的购买价值 所以购买会去除掉那个地 那块地的费用会去除掉 因为地不会有损失是吧 对 因为你已经购买上了那块地 如果今天房子烧掉了也好 或是怎么了的话 它是还是在那块地面上帮你去建这个房子嘛 对 所以我们算的话都是算它的重盖 那重盖怎么去计算呢 房子有什么事情毁掉了 那屋主在重盖过程中 屋主可能要另选他住处 其他住处 比如说租房或者是住酒店 这个费用会包括吗 这个费用也是在房屋保险的一个项目内 所以房子的像 保险项目里面有包含就是 第一个是它的房子的重盖 那这个就是最高的一个项目 然后在秦城呢 就是像房子的separate structure 那我们叫它叫 除了组建筑的就是分的 像什么那个 转位啊 或者是你有个detached garage 或者是你后面有一些 就是花草树木这一些 那这些就叫separate structure 那这个也是有一个百分比去赔偿 然后呢 那个coverage loss of use coverage 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 那个就是说今天你房子无法居住在里面了 那保险公司也会赔一个百分比的金额 然后让你去外面居住也好 或者是今天你去住hotel 或者是长期来讲 你可能是去住一个temporary的housing 因为可能要重担大概三四个月 四五个月都有可能嘛 就让你去外面去住一个独立屋去住 ok ok 那这个保险其实就是说 常见的这一种 其实就是买活险是不是 主要保的就是活险 对 主要保险主要保的是火灾险 然后它里面也有包含一些像漏水的险 像如果你今天家里突突然那个水管爆了 然后把你的里面全部弄丝了 那板舱都弄丝的话 它也是会去赔付的 所以火险跟水的那个漏水险是最主要的两个项目去保 然后刚刚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我忘了提的是那个房子的责任险 屋主的责任险这个项目也是比较大的 对那这个责任险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客人保三十万五十万一百万 根据客人的那个它的资产来去做一个衡量去去做那个责任险的coverage 那这样子它就是保护今天如果屋主被别人告 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大家都很喜欢去想提告啊 对啊 邻居来受了个伤啊什么 对对对 或者是遛狗啊 或者是你家里可能养个小狗什么的 被狗咬 突然很开了 冲出去就吓到人了 被狗咬 对 对对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吓人的一些那种我们所谓的law suit 然后中国人来讲都会觉得说怎么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确实在美国这边是常常发生的 所以这个屋主的责任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险 对对 我记得看一个电视剧叫那个Shameless无耻之徒嘛 里面有一个Fiona他就是啊 他买了一栋房子做起了房东 最后有一个房客在他房子里面受伤了 他还要反赔好多好多钱 最后丢了房子不说 他还欠了一大笔债 这个就是没买这个责任险的那个后果是不是 反正他是一个很夸张的电视形式演出来 对这个应该就是没有买房屋保险 因为你只要买了房屋保险 他的保险里面多多少好都会带一点责任险 只是看那个责任险的金额多少 那一般我们都会根据客人的那个资产去做评估 对 对那说到这个房屋险 我再加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那个房屋保险 还有在购买房子的时候 他们会买一个叫home warranty 就是房屋保修的东西 这两个其实有什么区别 您能简单说一下吗 可以 所以房屋保险的话 像刚刚提到就是火灾啊 然后出发的漏水 那那个home warranty来讲的话 它包含的其实就是一些 你房子里面的一些电器的损伤 就是损坏了 空调热水器什么的 对坏掉了不能用了 那这种就有点 那我们买车里面 你车子会去 dealer他可能会给你买一个那种 叫warranty 比如说哦保障你什么车身的部分 不会有任何的一些机器上面的一些故障 那home warranty也是同样的 就是一些电器方面 一些产生的一些故障 哦 那这个home warranty是强制的吗 home warranty一般它也没有强制 但是我看一般看的话 就是像那个买卖房屋的transaction里面 很多的时候那个seller 它都会include这个在给new buyer里面 因为就是有点像一个offer 就像一个卖东西一个保修一样 就是这一年期间发生什么问题 这个warranty赔给你 还有就是说很多小伙伴问我 就是说这个加州嘛 就是说是在这个地震带上 那这个房屋保险会不会包括这个地震险呢 这个地震险是不是需要额外购买啊 房屋保险里面它不包地震险 地震险确实是要额外买的一个保险 那这个也没有强制 没有任何人强制说你一定要买 这个都是屋主自己决定说 我想要买的话 他就会去买 卖个安心 所以它因为加州是地震 对买个安心的 它这个价钱还有什么 跟普通保险有什么关系吗 地震险的这个价钱 跟普通保险的差距来讲的话 因为加州其实是在地震 就是我们这边是常常会发生地震的吧 所以地震保费的话 它是以就是你地震的带 你如果像我们如果是 那个尔湾 Origan County 这个城 这个这个 County来讲的话 它是不在地震带 那Origan County 而尔湾那边的话 它们的保险 以个正常的房子的保险来讲 它可能是大概四五百块钱一年的保费 低这钱 那如果是换成是同样的保费 是Bredino County的话 它可能保费会到一千 一千五 一千九都有可能 就是根据房子的年份 的几层楼 它的结构 这些东西去做计算 所以它的价钱是相差蛮多的 所以它这个其实也是算是 重新建造房屋的那个价钱 去找这个保的是吗 对 它的那个地震险的保费来讲 跟那个计算方式 其实跟房子的火灾险是差不多的 它就是去看你的房子的重盖 所以你火灾险的重盖是多少钱的话 那你地震险的重盖就是一样的 只不过保的灾害是不一样的 它的灾害不一样 但是它的数据那个 那个重盖的那个价值是一样的 哦原来如此 所以这个地震险到底要不要买 还是小伙伴自己决定一下 去衡量一下这个到底是愿意承担风险 还是愿意买个保险安心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很多小伙伴 他们在美国买投资房产 用来去做出租 那保险呢有一种是出租保险 那这个出租保险 到底是应该租客买 还是房东买呢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 因为很多的那些投资 投资的客户 他们都会有一些很confusion 因为他觉得说 我自己买个房子 之后那我有可能不一定要买了 因为我又不住在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建议 一定要买的是 你的出租房 那个投资房 一定要买一个火灾险 那火灾险的话 他同样的也是保护的 就是你这个房产 如果今天你的这个租客 在里面 突然万一烧东西忘了关火了 然后把房子给全烧掉了的话 那租客他是不会 陪你任何东西的 他如果像他有些的 可能有一些资产或什么的话 他可能能赔给你一些东西 但是如果他没有买保险 或者是你没有买保险的情况下 那这个赔偿就没有了 就很可怕 非常可怕 所以你一定要买的就是火灾险 那你房东来讲 你就要保护你自己的房产 加上你房东的这个责任 今天如果租客在里面摔跤了 跌倒了 然后来告你 也是有可能的 举个例来讲的话 曾经就是有一个 两层楼的一个房子 租给一个年纪大的老太太 然后呢 他可能也是长期在里面住了 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房客 但是因为那个房子 他上二楼 他是有那个手扶体 手扶的那个把手嘛 那那个把手就可能太久之后 有点松了 那这个老太太就是有一天下落 他就从楼上就不小心摔下了 扶的手 对摔下来了 那可能就造成他的一些像后 呃怎么讲 呃脑震大 哇年龄大了 说一下很可怕 对 对 所以他脑震大啊 然后手好像还是脚 他有一点就是鼓裂了 所以造成这个赔偿 其实蛮蛮大的一个赔偿 因为他之后就可能 无法再正常行走了嘛 而且他要不停的赔 是不是 像那种每月打生活费一样的 那种赔偿方式 所以这个就是对那个房东来讲 屋主来讲 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责任方 所以一定要买 那另外回归到刚刚那个问题 那租客需不需要买 那当然会建议入客买 因为这样子当租客 万一他邀请他的朋友啊 来家里 万一有什么受伤啊 或者是万一他 他在家里的一些物品 如果有小偷进来偷被偷掉了 那这个是他自己的保险 租客的保险是可以去赔的 因为这个房东的保险 就可以去省略掉 他就不会去告你房东说 我的客人在这边摔跤了 然后你要赔我的客人 那这样子对房东 也是一个好的保护 对 那是这个租 就这个房租房险 是房东和房客 单方买就可以吗 还是两方都要买呢 那是两方都要买 那房东买的 他是买他自己的房子 因为他是房主嘛 所以他买的是他的房子的那种 火灾险 加上他的房责任险 对 那租客他要买的是 他的那个personal property 就是他自己占了股里面的财务 加上他自己的personal责任险 那这个就是两方买 那房客买的好处是 因为他的保费非常便宜 可能一年的保费也不到200块钱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 那你有了多一个额外的保障来讲 对屋主其实是好的 所以说房东买的那个 其实就是跟自己自己住的那种 火险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的类型是改为出租房 而不是自住房 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样理解 哦 OK 也就是说假如说你今天买的一个房子 本来是自住 但是后来你有什么原因 决定把它出租了 那你这个房保险呢 可能要改一下更改一下了 一般我们房屋保险就是看你的occupancy 里面的居住是自住还是出租 然后我们就会根据那个情况去做保险 但是他里面保的项目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你可能出租你就没有什么私人财务 所以私人财务就下降了一些 对 那假如说这个租客没有去买这个私人 保私人财务的这个保险 然后有一天比如说他家里进贼了 他东西丢了 那这个事他会去找谁赔呢 他会去找房东吗 他找房东的话 房东的保险也没有办法陪他 因为房东的保险里面不会保他客人的私人财务 所以这个就是租客的保险里面非常重要的 他们要自己去买 或者是房东要建议这个租客去买 如果租客不知道的话 而且一般我们合同里面也会去建议 租客去买这个保险 去保他自己的私人财务 对一般合同里面都会建议要客人去买多少钱的那个责任选择啊或者是自己要去保他的自己的私人财务的保险 嗯原来如此 那说完房子咱们再聊聊车啊 那在美国买车一定要买保险吗 比如说贷款啊或者是全款啊或者是lease去买车 这个保险的价钱还有那个cover的东西会有什么区别吗 车子保险来讲的话是一定需要购买的 因为加州啊或者美国的话是规定说你只要开车上路 你就一定要买一个那个责任险 嗯那那个责任险他们要求的是比较低的 就是一万五跟三万的那个理赔的方式的责任险 嗯贷款跟呃如果你的车子是全贷或者是半贷的那种或者是付清贷款的话 是没有什么就是要求的 因为加州政府要求的买的责任险就是最低的责任险 不管你车子有没有贷款 嗯或者是付清贷款都要买才能开车上路 那如果是今天你我们自己买了一个全新的车子来讲 然后又有贷款那贷款公司就是他一定会要求你买全险 那这个全险就包括像责任险然后还有车身险去 如果你今天碰撞了的话那他就会有一个保险去顾问 对那如果你今天的车子嗯没有了贷款或者是车子比较旧 他其实不需要去保那个车身险的话 那我们就会建议客人就买那个责任险就好 因为这样子的话他的保费相对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单方保险是吗 就只保对方不保自己的那种就相对于那些很旧很便宜的车子 对责任险就是第三方保险就是保比较旧的那些车子 嗯所以啊这个保险是不是也会cover比如说今天车子在路上出什么事故 在这个车子被拖走期间他没有车子会有一些什么租车费啊 或者是就是其他相关这种保险会不会也可以选择去cover呢 这个差别就是全险的责任险第三方责任险的那个差别就是 他没有租车险哦没有租车险 他车是可以加进去的 因为有时候旧的车子泡网也是需要拖车 嗯但是除了除了拖车以外的话像什么租车险啊或者是什么玻璃险啊这些是没有的 只有那种车身车子有租车险的情况下 玻璃险是什么险啊没听说过 玻璃险其实是我们farmers这边的一个那个特殊的一个额外的一个加进去的coverage 嗯它是保让今天你的车子 因为像我们平常开车在路上有可能有小石头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个裂了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小石头打到裂了 对啊啊经常发生啊这种事情 对对这个经常发生所以其实有这个险是特别好的因为你加这个险可能才不到几块几块钱美金的那个保费6个月的话以6个月来计算那他会包括就是帮你去修玻璃是免费的 然后帮你换玻璃呢你只要付个100块钱美金他你只要付100块钱美金他就会帮你把这个玻璃全部换掉像挡风玻璃换掉也好或者是四边的玻璃换掉都是用低的那个金额去帮你换 是什么车子都一样吗对任何车子都是一样的哇那这个划算对这个很划算对所以我们都会很推荐去搭这个保险嗯这个还蛮划算的嗯还有就是像最近就是新闻报很多啊就是这个美国这个EDD的这个东西这个你了解吗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EDD其实跟我们保险公司来讲是比较没有太大关系的但是我可以就是就我的支持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嗯嗯 可以可以那EDD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的职业的这个这个部分的一个一个像赔偿嘛对那因为因为疫情的关系之后所以美国这边的一些财源非常的非常的就是高然后已经到了就是历史的最高了那他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呃如果今天你是曾经在一家公司里面有有拿那个 W2的薪水的薪水的时候嗯那你就呃这个公司就会有帮你发有所谓的叫EDD的这个保险他们是在呃像因为你做会计嘛你应该知道就是EDD每个公司他们都会去去呃在发薪水的时候去付一个EDD呃给他的那个公税局那边对然后他们就会去购买一个叫 unemployment insurance嗯然后呢刚刚这个公司呃对这个顾呃对这个顾呃有unemployment insurance的话呢当你没有了这个工作就是工作了被这个公司裁员了的话嗯你就可以去跟这个EDD的这个department去申请一个申请那个unemployment insurance的一个那个补助 嗯所以这个补助的话好像之前听说是最低每每一个新每一周会给你大概不到200美金嗯的一个补助然后他因为疫情的关系他还还会再额外的再多帮你增加600块钱对我看现在很高啊每周说给的对有的时候你你你你你去申请EDD反而比上半好 哈哈哈在加拿的那些薪水费率平常打工的还还高也可以这样理解哈哈哈好啊那那我们再再再说一下就是刚才像那个就是呃我在跟大家介绍你的时候然后我简单看了一下你的业务嘛然后也发现就是有宠物保险这个能不能简单讲一下这个宠物保险因为有很多小伙伴他们就是像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养了很多宠物而且对宠物特别特别好然后就是这个宠物保险能简单说一下就是怎么看 他本的他本什么的吗可以啊嗯宠物保险来讲有点呃那是像宠物的医疗险就跟我们平常人去买健康保险是差不多的就是宠物的健康保险嗯对宠物健康保险然后他的计算方式跟他保什么呢就是呃宠物也是根据他的宠物的年龄他的宠物的品种性别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宠物的主人他住的真口去计算这个他的保费是多少哇哈哈这么详细 对对对然后宠物的话其实你越年轻帮他买其实他保费是越便宜的然后他其实累积起来你付的保费也不会超过说等他年纪非常大了之后再去买的那个保费柜因为因为年纪小的宠物他的他见比较健康嘛那他会呃就是那我们保险计算来讲的话也是会帮他看说哦刚开始年纪小的宠物来买保费是很便宜的大概一个月可能就是 呃十几块钱有时候二十三十那根据你的计划不同去去看保费是多少那相对来讲如果你今天的宠物已经大概是呃十岁十多岁以上的那以狗来讲的话十多岁以上其实其实在我们人这边就是算七十七十岁的一个对那所以他的那个费用就是可能有几百块有的时候是一百一百五两百每个月期计算都不同因为根据你不同的宠物的 品种那他他他就会看这个宠物厂商的并发症是什么然后去计算他的保费基本跟人是一样的可以这样理解吗对对就便宜一些是的他保的跟人的这个保的项目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他有他有他的支付额他有是保专门是大病的那种宠物嫌或者是有保那种平常去看那种呃就是因为他每年不是要去打预防 预防针吗对那些预防针的coverage的部分如果你要额外去加的话他也有个额外的保险的费用可以把你去加哇那真的是还不少东西呢所以其实看这个保险这一方面门道还挺多的而且知识内容还挺多的那就是如果小伙伴有什么跟保险相关的问题或者是需要保险相关的服务也可以联系chloe哈我会把它联系方式放在视频视频的屏幕上那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感谢chloe给我们这么多非常专业的保险相关的 谢谢mina那这次的视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美国的保险须知那如果大家有对保险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会尽量一一的回复那我们公司有的一些服务像是个人的保险有房屋汽车人手还有宠物嫌那商业保险的部分我们就有一些商业保险然后商业的责任嫌 谢谢大家的观看拜拜下次见 今天就感谢chloe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拜拜